好我们今天线上一位新北市的林小姐 林小姐请说 我支持杨秋心 因为她这很久的 重机以来我们看在眼里 她是很有作为 很努力 就是很听 然后我希望大家 支持杨秋心 好谢谢林小姐 我持续请教委员 杨秋心的部分我们转到高雄来关心的话 杨秋心现在比较绿营的票 她可能没有办法掌握 在蓝营的票的部分是不是现在可以全数拿到了 不然就民调来看的话 其实她跟陈局有非常大的一段差距 以高雄来说 一样有高雄市跟高雄县 高雄县的部分三个派系 黑派 红派 白派 那黑派一般来说 都是于政县家族的一个系统 它是民进党系统的 那就比较接近国民党系统是红派跟白派 那红派基本上从林医师事件爆发以后 红派基本上已经视为 甚至支离破碎 那白派呢又因为马王政争 以致使白派呢 现在有些倒戈 有些光旺 所以我们才会去马英九说 不要再上诉了 就跟王金兵的案子不要上诉了 至少让白派这时候 能够成为稳定 在国民党在高雄正秦的 选秦的一个重要的资助 那基本上杨秋心的能力是好的 年纪也算是正当壮年 再加上这一次的气爆事件 其实对陈菊是个致命伤 那打到陈菊的按摩 陈菊大概也逃不过 而且我说过这个案子会一案两破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按摩女 跟四年前凡纳比封在的按摩女 是同一个人 所以代表说四年前 因为大家原谅陈菊 不计较他 让他按摩 让他睡觉 结果四年后呢 气爆 水灾变气爆 他照样按摩 照样睡觉 所以一案两破 那你选民要不要觉醒呢 四年前没有觉醒 你四年后 陈菊造就 陈菊一样 他觉得你们选民 对我竟然这么疼爱我 把我当高雄的林志林 那我就真的说林志林 对不对 我问自己 针对这一部分 其实现在杨秋星 他就是打非常感性的 欠黄俊英老师一个道歉 针对陈菊的部分 您觉得这样可以感动选民吗 可以 但是还有很好的操作手法 刚老师讲过说 台中线的派系问题 那撇开这个派系来讲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 你想想看 两次黄俊英选举的时候 第一次明明是有机会 赢陈菊的 然后可是用陈菊用澳波 那长期其实在高雄市的部分 其实国民党是跟 蓝跟绿其实是五五波了 甚至以前是蓝多于绿 然后高雄县是绿的 那高雄县 杨秋新做高雄县的县长 而且政绩非常好 那奇怪了 为什么他跑过来 蓝绿五五波的高雄市 要选个大高雄市市长 为什么民调查这么多 那当然是因为说 国民党没有长期进行 国民党现在最大的 那现在有机会吗 不能说没有机会 可是他必须撇掉 那个失败主义 为什么刚刚你讲说 为什么台南跟高雄 国民党没有长期蹲点 就是国民党想栽培的人 他不愿意去蹲点 那他为什么不愿意去蹲点 林嘉隆在台中市 他蹲点的时候 难道没有想到说 有没有可能赢 如果一点都没有把握 他一定不会愿意蹲点 那为什么高雄市跟台南市 为什么国民党不愿意蹲点 就是他怎么算 怎么想怎么看 都觉得不会赢 那种弥漫在基层的那种失败主义 我觉得是最致命的 好 各位教授 要不要简单的回应一下 高雄的林志玲 是不是就真的 可以这样子胜选 对杨秋新对他来讲 是没有威胁的 杨秋新是个有能力的 还是觉得林志玲 没有这样的魅力 可是杨秋新最好的机会 是上次选举 那国民党把自己搞垮了 变成三个人选 大家都知道 那后来杨秋新的票 还超过黄昭顺 对不对 可是这个就是隔了四个年 而且他是今年1月27号 才决定提名 你隔那么久 就是我觉得国民党 是把自己的盘给弄坏了 所以既然有点 这个有点是非杨秋新之战之罪 非战之罪了 有点是这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其他 他再努力 那个差距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那你觉得 这个娶花妈是林志玲吗 花妈 那个是他的 即使者 知识很兴奋 也是一个阿嬷 我想如果不是阿嬷 应该不会觉得是林志玲 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政治上的林志玲 我们持续关注的 这个大一学生 朝着马总统丢书 怎么一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吗 Huawei